南方醫院的心臟科醫師 陳薇達 陳醫師 來到節目現場 陳醫師早安 妳早 大家早 陳醫師 首先來聊聊 60歲以上的長輩 幾乎一半都有高血壓問題 在醫學上 數字是更可怕的 對 現在的統計 大概每一個人一輩子 大概有九成機會會得高血壓 這機率還滿大 滿恐怖的 到底什麼是高血壓 它的危險症狀又是什麼呢 高血壓它像是一個隱形的殺手 其實它幾乎不會有症狀 我們現在高血壓的定義 是量血壓的時候 高的那個數字140以上 低的那個數字90以上 就算高血壓 可是往往在這樣子的數字底下 病人是沒有症狀的 通常要到高血壓要到有症狀 是要180 190以上 才開始會像頭暈 頭痛 那時候覺得頭脹脹的 大概會有一些這樣子的症狀 而且常常不是很典型 有的老人家他會覺得說 就是好像怪怪的不舒服 他也不知道就是高血壓 可能因為是感冒 或者是什麼這樣子 所以有頭暈或是頭痛 噁心等等症狀 有可能就是高血壓的 危險症狀對不對 好 其實高血壓 就是在預防上 其實很重要對不對 在飲食上特別重要 對… 就是現在我們飲食都稀釋了 就是見向西方人的飲食 所以我們這些傳統的青菜 蔬果 吃的就漸漸地少了 大魚大肉吃很多 尤其是工商社會 常常大家要應酬 喝酒 抽菸 事實上這些飲食的傷害 都造成這個血壓 高血壓的發作它提早了 好 所以生活習慣上的調整 也很重要是不是 對… 怎麼樣建議民眾要怎麼樣預防 我們現在會希望大家要多運動 一定要多運動 我們現在的建議是 一個禮拜要五天 每一次要大於半小時 對 這個運動也不是說 去公園散散步走走路 這樣就算了 這樣不算 我們要運動到 有點上氣不接下氣這樣子 是 簡單的方法就是要運動到 沒辦法唱歌 就是你講話 很喘 對…喘到沒辦法唱歌 但講話還可以講幾個字 大概運動到這樣程度才行 是 再來就是老生常談 就是戒菸 戒酒 吃…盡量多吃蔬菜水果 肉的話就吃瘦肉 不要吃肥肉 少油 少鹽 少糖就對了 對… 其實如果高血壓 如果一旦發生 你可能是高血壓 或者是高危險區 如果不去好好做改善的話 可能會嚴重影響到什麼 因為高血壓它會衝擊我們的血管 造成我們的血管受傷 血管全身都有 所以事實上高血壓了以後 全身的器官都可能會受傷 比較大家擔心害怕 最擔心的像心臟方面 心肌梗塞 或是心臟衰竭 都是高血壓造成的 腎功能也很會變差 甚至像中風 這個都是我們很擔心的後遺症 就是相關的心血管疾病 對不對 對… 好 其實高血壓 量血壓的時間 其實也很重要對不對 我們現在會建議說 一天就量兩次就好了 就是一早起床以後 要在小便之後 不要憋尿量 起床以後 吃早餐之前 不要憋尿的情況下去量第一次 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再量第二次 一天量兩次就好了 也不太建議大家一直量 因為會很緊張 很緊張 反而影響數值 對…數字反而會變高 是 所以好像也要睡滿 八小時之後 再量是比較準確的對不對 我們還滿常看到 這些病人本來血壓控制得不錯 然後忽然跟你講說 現在血壓不好了 一問就是最近工作壓力大 熬夜或是應酬多 睡不好 血壓就一定會高起來 是 如果高血壓需要來吃藥嗎 應該是要的 就是我們的血壓的目標 現在就是控制在 如果是一般人的話 就要在140以下 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的話 要在130以下 所以目標在那裡 用什麼方法達到目標都可以 不過總而言之 我們必須要到這個目標 因為大多數的人 坦白講這個生活作息 或者是飲食的調整 它能夠改變的幅度有限 所以只好靠吃藥來解決 是 所以如果有任何相關 像是高血壓或者是心血管疾病 有問題的話 最好還是要來請教醫師了對不對 對對對 好 今天非常謝謝陳醫師 來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